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囉各位观众 感谢持续收看 奇哥、达哥和其他这一家 今天2021年12月27号 再过三天 就要放假了 各位观众开不开心啊 1月1号礼拜六 所以礼拜五不假 10月31日是放假 今天度的最后一天是放假的日子 各位观众一定要记得 那记得出去喝酒 记得 喝酒不开车 開車不喝酒 那還有釣魚 沒有安全不要去釣 不要又摔下海了 那今天的新聞就是在講 開車撞死人 酒駕 不然就是說我們那個釣魚的很拼啊 又被基隆那邊又有人釣下去了 可是想想說很奇怪 人都會覺得說不可能是我不可能是我 我不會遇到 發著僥倖的心態而每天去過這種日子 何必呢 所以說生活期哥在這邊每天分享新聞 每天讀新聞導新聞也是希望說能夠在這邊讓自己多提醒一下 喝酒 不要因為存著僥倖 存著說啊不會是我啦 不可能是我啦 沒有差啦 而 去傷害到別人 我們常講的啊 你要死怎麼不去 對不對 你怎麼自己不去那個 對不對 所以說啊 真的有時候可憐啊 那生活期哥每天早的新聞做分享做導讀 順便 自己看新聞 讀新聞 讓自己學習更多的一些 新聞內容 也可以更多 懂一點知識 那遊戲搶匪的話 最近都是 無法如自己所料 很多事情都在忙 要玩什麼 要做什麼都真的沒辦法 不能如自己心裡在所想的 所以有時候 算了 反正就是 開心過日子 常跟各位分享 開心過日子 不要把自己弄得那麼累 因為我們愛上班族 我們不是靠這個在賺錢 我們做這個只是在做分享 做練習 讓自己學習到更多的一個 知識 嘗試 那另外過往的頻道勒 前陣子也有掛到一個流星語的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去看 有空也可以去看看流星語 好的那我們回到我們今天要分享的一個主題 分享的主題 是 從熱門搜尋這邊找到暖暖包 你用對了嗎 很多人都覺得暖暖包就拿在手上 戳戳戳戳戳戳戳 不然就放在肚子放在屁股放在腰放在各種地方 那今天新聞有看到 我們剛好可以看一下 從每電我們從熱門搜尋這邊可以看得到 从这边 第一个瑞鼎 股票还有酒价 就刚刚讲的嘛 人都是这样子啊 人的侥幸的心态 原价廉价 原价廉价刚刚讲过了嘛 自己去看一下 还有石井千 林木达央 东京副手指的深优 不获建华 潭流 中油半导体 尼加拉瓜 元旦 又什么元旦新智又门槛上升了 有空的大家可以来看疫苗读懂 那电暖器 因为冬天到了 各位还是要注意 注意使用电暖器 使用瓦斯炉的一些 注意事项 13名是暖暖包 中医师认证 暖暖包放三部位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还有板桥确诊 确诊 早上有一个确诊 现在又一个了吧 我们就小心一点 还有缅甸 缅甸村庄平安夜屠杀35 平民 韩妇 罹难五天 4000难民 逃 在缅甸 所以说 台湾真的是个好地方啦 你看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人怎么办 那昨天是 露西派的新闻 还有NBA 直播 还有李子廷 很多新闻都可以从这边找到 大家都在看什么 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大家在聊什么 那我们要重点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弄暖包怎么使用 我们先看新闻分享 新闻分享 那一般弄暖包我都会建议人家说要放在腹部 不要隔着布啦 最简单是隔着一个布 不要烫伤的 因为 它会让你慢性的烫伤 就像人家讲温水煮青蛙 慢慢煮到青蛙死了 他还觉得好舒服喔 这也是人性啦 很多都是这样子啊 慢慢的慢慢的 为什么有高血压 为什么有糖尿病 为什么有心脏病有癌症 都是一个慢慢慢慢的 不然那不是突发性的 所以人家讲疾病疾病 就是 慢慢来的 要注意 第一则 中医师认证 暖暖包放三部位 身体渺暖 3d新闻网的一个报导 记者 光森郁 林郁哲 所以我们常从姓名也可以看到一点 这种 这种是年轻人的名字 因为那个五六年级的 是父母亲取的名字 比较属于 太奇的名字 那七八年级会开始走入 算命学 或者是 比较特殊的名字 再来八九年级又不一样 每个年代都在变化 所以 看一看就是 原来这些应该都是 七八年级的人的名字 那也有可能改名啦 因为他觉得以前 学的名字太耸了 阿花阿明阿朝 这么冷的天气 除了多穿 这么冷的天气 除了 穿多一点之外 很多人会带暖暖包 大家都习惯穿在手上 或是放口袋 现在有专家说 放对位置可以让身体快速暖起来 腰的两侧 脖子后下方 大吹穴 我们讲的 大吹穴 大家小心一个部位使用不要超过十分钟 以免烫伤 有没有 那这边都讲了 大家怎么用啊 有的时候贴在背部啊 全身暖啊 有人贴在肚子啊 身体骑的时候啊 贴的时候也比较暖啊 暖暖包打开 接住空气发热 暖身可持续24小时 大部分人都拿在手上戳 或放在口袋保温 但只有一小块区域能够感受热度 那中医师建议放对地方 才会全身暖和 那我刚刚讲的马医 大吹穴来讲就是 脖子后面那个凸起来那一块 中医师 陈朝宗 说啊 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增强免疫力的话 暖暖包应该放在 腰部的穴道 如果 暖暖包放在这个位置 会抵到补肾的作用 就肚脐下方了 大概冬天比较不会冷 你看 我就多聪明啊 这边都写了 暖暖包放在哪效果不一样 中医师说脖子后面有风门穴 只要保暖全身都不会冷 还有腰部周围肝肾也要预寒 跟肚脐下方保暖 都能促进 手脚血液循环的方法 但同一个位置不能放太久 还是会烫伤的 那暖暖包放哪边呢 有没有看到 腰部周围肝肾肾 肚脐下方 腰部周围比较难去用 因为左边右边 大家习惯只要一点而已 不能接触皮肤太久 那这边是说 避免超过10分钟以上 所以各位玩家 有兴趣可以点击这个内容 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说明 那四海游龙也涨价了 锅贴水饺一颗贵0.5块 鸡蛋也太贵了 刚看到新闻说鸡蛋 一郎500 到800块了 天哪 因为鸡鸟贵 那再来元气网 暖暖包并非戳到发热放口袋 专家要正确 教你正确用法 放对部分全身热 这是长春月刊 长春月刊的一个分享 正确使用 摇一摇暖暖包 只要三下到五下就开始 Follow 如果不戳揉 让里面的铁粉受热不均匀 容易变得不暖 这常见的使用错误方法 不是说摇两下 或者是戳 就可以方法 里面是铁粉 这边有点点点 九层使用错误的方法 并非是戳到发热放口袋 正确使用方法是摇三到五下就发热了 那因为后续有人在戳 基本上是用到快没热量 所以你看到很多袋戳戳是用很久了 刚开始拿就是让它铁粉受热 让它不均匀 容易不保暖 就很容易错乱 摇一摇 放腰部 紧放双手无法暖活 好不好 大概就是手冰嘛 所以你说无法暖活还是有人不会理你 他还是觉得要这样子 那这边的是日本医学博士福田千斤认为 这只会让双手暖活 无法让其他部位暖起 那福田千斤撰写的说 暖活手脚病人隐藏着可怕的危机 书中提到 身上如果有一个暖暖包就应该放在腰部 因为腹腔 器官如肝腎 血流量较多 腰部如果暖活 四肢末端也会 逐渐暖活 除了放在背 腹腰 腰 这个是日本讲的 那皮肤科的 医师赵昭明建议 浓暖包不要直接贴皮肤啦 中间一定要隔着衣服 袜子 那颈部腋下 脚底板 因为皮肤太薄了 使用久了容易烫伤 都要注意一点 老年人使用浓暖包一定要记得 睡前不要使用浓暖包 因为对温度的感受力较差 可能一不小心就有烫伤了 这是第2则元气网的一个新闻网报导 第3则新闻是 中时新闻网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的一个生活报导 有他们的记者 为辞配育 这边也是 医生 报说 四个部位最暖 但这样用最危险 那大同小异啦 这边是讲日本医学博士 福田千金带讲的 暖活 手脚病人隐藏的可怕的危机 一书里面的说明 他们截取这一段来讲 就是浓暖包要放在 对的地方 人体有许多 暖活全身的穴位 例如腰 肩两侧 聚集了肝脏 肾脏等血液 一旦腰部暖活了 手脚末梢也会 发了 另外三个部位 脖子的后下方 就算大吹穴上方吧 那肩胛骨 肩胛骨中间 肌肚脐下方 肩胛骨下方 肩胛骨下方不就嘎吱窝 促进血液循环的穴位 饮量浓暖包 达到最佳的保暖 的一个效果 那这边又讲一次 不能超过十分钟 避免烫伤 那因为越来越冷了 全台又湿又冷 金露液探底 10度 气浪局的最新说明 所以说跟各位朋友在分享这些新闻的内容 也是让自己能够多读一点新闻 像我常跟各位朋友分享说嘛 你看 浓暖包怎么使用 大家都想说 就搓搓搓 手暖暖就好了嘛 为什么 因为你在外面只有手指头在外面 你能想像在国外有个地方 最冷到-71度 鱼上来不到一分钟就变冰块 -71度 那你想说那些人怎么活 所以说啊 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去看过 没有去了解 不去认识 你永远不知道 -71度是什么样子 台湾10度就快 受不了 还说到5度6度 但是很多追学的还是会想办法去山上冲雪 -1度-2度 对不对 遇山下雪的你有沒有去看啊 所以说经由每天这样看新闻聊新闻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一些讯息 浓浓包怎么使用 我们的元旦怎么过 那未来的日期 有什么好日子 有什么好东西 大家记得 分享 订阅 那 今天的一个浓浓包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 拜拜